Hello 大家好 我是去走 又是这个熟细的桌面 今天我要做的是乳酪小面包 乳酪热能集合入了鸡蛋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下一餐做完 然后赶快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糖 酱油 奶粉 银 奶粉 银 奶粉 银 奶 银 奶 糕金粉 冰淇淋 鸡蛋 最近还有点不在这 好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鸡蛋里面的蛋壳给拿出来 首先我要拿随个蛋 打入鸡蛋之后放细砂糖 现在倒入糕金粉 然后倒入冰淇淋粉 叫我加到一边 加入奶粉 加入牛奶 水或牛奶记得越流一点 不要瓶加进去 到后面会暖的干的时候再加 然后就放进去 上钢子 脚开到自己一边都 严跟黄油最后再加 趁量时间往前找黄油 然后再往上 教大家一个快速往上黄油的方法 首先找一个代理 放在趁上 黄油趁速你想要的顺量 然后把它装进袋子里面 放到桌面上 用鲜菜反华压扁 然后就压扁了 然后现在软化 只要一点温度它就能很快的软化 或者是用你身体最热的地方软化它 扁了你的肚子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面团 然后像这样光滑 能拉起一个不段太长 也不段太厚的吗 就可以加一点 然后继续揉一下它 随便揉一下就好 就随便揉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加黄油 黄油那会黏在上面 然后要点亮 然后黄油浇入后 注意搅拌把黄油溶进面团 得到像这样光滑面团 之后我们就取出一小块面团 来施加它的轻度 像这样能拉出很多的膜 而且副口也是比较光滑的 就可以来移发 然后我们把揉好的面团 把它弄成一个光滑的球状 放在一个干垫盆里面 盖上保鲜膜 然后将它进行第一次发酵 卡在有发酵功能 就开发酵功能 放卡在上发酵 没有发酵功能 就放四个发酵 现在这个发酵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做买了奶套杏 首先拿出一个炒锅 加入水 拆火 然后准备一个干垫盆 然后拿出我们昨天刚放过的 买了姿势 在包装 丢掉袋子 就是开发酵功能 一坨全部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 吃少量再放进去 火灯开太大 开在中国就好 还有别忘了 记得要把给私人小块 然后再丢进去 我觉得这很尴尬 然后我们接着油画 我们是要软化它 不是油画它 软化它像无可力就行了 然后把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炒到鸡蛋跟姿势融合在一起就好了 真好满意没干 稍微的切一下 切成这样不大不小的颗粒就好 加奶油 把我们搅拌均匀 然后现在就好了 然后把它丢进冰箱冷藏 这样就变硬了 除了我们可以 把冰箱冷藏在里面 这样可以方便取用 防身 然后加我们的面团 它已经发酵到冰箱冷藏 那边的冰箱冷藏 那边的冰箱冷藏 哇好大 这么小片这么大 B噪变36B H噪 手干面粉 再用一吹个洞 把这个洞会回收 然后你已经一发好了 把毛鱼照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甲冲的捏扁 把空气全部排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割了 把它翻一个长方形 然后卷起来 还是现在你想要的大小 一个面团大概是50克 分好 只有50克 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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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面团整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给搓圆 这可以来一首歌 一言 我赢 九醉 醉吧 佳人 成生味 全部搓圆之后 就能把这个毛毛给包起来 收拾10分钟 记得一定要收拾 顿错了 否则你会被这面团玩得很惨 还有一点要记住的是 搓圆这个面团的时候 不能太大力搓 不能猛搓 我才会把表面的面积给搓乱 这样子它面包的表面更是光滑 好了 现在它已经收拾了 10分钟 然后拿去一个球 然后给翻过来 按压成一个小三的形状 像这样 然后把全部都压成小三的形状 然后拿出我们的馅料 剪一个口中 挤一个在上面 然后包起来 包的都要注意了 这个东西它不像一般的馅料一样 我这个比较难包 尴尬了 抱歉了抱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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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不是很好包 对 你要感应 好 反正刚才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给再捏大一点 它馅要挤爽一点 然后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包好了 包好 包好 我们在大炒盘 尽量留多一点空间 你免得要粘住 然后用厨房酒在那地方放进净口口 烤箱里面发一份热水 开发酵功能 发酵差不多40分钟 现在已经发酵了差不多一个分钟 我们把它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拿出来给它使用这个面吧 哇好丑 我不管了 然后因为好像上下火180度 刷到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轻轻的刷 我就要多一点 大概就上下火180度烤13分钟吧 好了 现在已经烤了差不多了 我们出来看一下 好了 面包出炉了 这个配方的量大概烤了14个面包 这样我们切一下一个面包 看一下里面煮的 看起来 气孔深过去 你继续看一下 馅看起来很肉眼很好吃的样子 面包的组织也很松弱 我现在给你们尝尝味道 馅酸甜酸甜的 这样的面包 刚刚好 这面包也很松弱 嗯 好 本期视频在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点赞 冰冰冰冰冰冰相较有否则 这刀好 就是 转曝光剑影 感谢观看